我做的東西都是 我們平常生活都會碰到的東西 看到的食材 看到的 吃到的東西 可是我卻要把它變成假的 台灣食品模型女達人 日人跨海來採經驗 冰淇淋是最難做的就對了 對 其實蠻難做的 因為它要控制它的高度 那它其實比一般 雙麒麟還來得硬一歲 會擠的時候 會讓非常大的力量 在滿滿食物的工作室工作 好像可以一直飽飽的 但是這些不能吃喔 這是食物模型 然後把我們的水果擦上去 食物模型是吸引客人上門的力氣 而莊維恩最擅長掌握食材色澤 十多年前 他應徵食品模型公司 從此就愛上著創作 比如說 茶泡飯 茶倒下來的那一瞬間的感覺 吃拉麵 麵拉起來的那個 趣味性 所以這間還蠻多好玩的地方 他需要面試 然後噴一些上色的那個考試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後來也就順利通過了考試 然後就順利到這間公司上門這樣子 然後一做做了大概快 快七年喔 那個日商撤資 所以公司就收掉了 那我因為有對著有興趣 所以我就想說自己出來做做考試 有次他接到日本訂單 以往日本人來台灣開餐廳 原本都會在日本製作模型 再運到台灣 大概花了半個月的時間製作 然後 但也很高興他們非常滿意 說怎麼樣去讓它很像 怎麼樣去保留出它最新鮮的顏色 好像比他們之前在日本做的東西 還要更像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也就是變成長期配合 而讓維恩覺得最困難的模型就是 零體零 它是一個沒有辦法用模子去 翻模製作的東西 比如說圈數沒算好 或是它的高度沒有對到的話 手抖手晃 或是擠的力道沒做好的話 就可能要全部重來這樣子 那有時候我會先試 試擠看它的硬度 不同的質感 有不同的 有光滑面有粗顆粒面的 然後有雙色的 有單色的 那上面有黏 比如說配料或什麼之類的 看多了食物模型 卻不知道原來製作過程 這麼複雜 而且還需要很好的色感跟美感 突發中心好厲害報導